大家好呀,这次出差我们来到新加坡 趁着休息的时间,我们开启了特种宾式打卡 那就来看看我这两天的攻略吧 因为工作,我们入住的是滨海湾帆船酒店 酒店最出名的是它的顶楼无边泳池 夜景真的超美,而且还可以俯瞰整个新加坡的美景 如果白天来的话,一定要涂好防晒 隔天我们去打卡了,位于酒店后面的滨海湾花园 因为我们是傍晚去的,所以只是简单逛了一下 如果不是去室内馆的话,在下面逛,都是免费的 如果你想上去看看风景,那么就要像我们一样先买票 在晴天树下面会有购票通道 晴天树观景台的时间是,每天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 如果你想看灯光秀,那么一定要早来半小时排队,带上野餐店 如果你也是入住滨海湾酒店的话,从酒店后门出去就是广场 可以直接看到鱼尾狮的雕像 还有椰树林随手一拍就很出片 隔天我们又去了亚洲文明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教堂附近 还打卡了来佛市酒店的下午茶 酒店的建筑和风格都是不有殖民地特色和南洋风轻的 还有酒店里的蓝色喷泉,真的很出片 随后我们又去打卡了,鱼尾狮公园 真心建议来的话,大家一定要带防晒用 居然真的会被晒黑,接近傍晚了,我们又出发去了 盛逃沙岛,入岛的方式有很多种 可以选择轻轨巴士或者打车 岛上的公共交通都是免费的 我们这次去的是Tiny Young Beach 单种沙滩 来之前一定要打电话预约,不然就会没有位置 如果你想看夕阳的话,在下午六点前到达沙滩就可以 不然真的会很晒 岛上还有环球影城,如果带小孩子来的话真的很方便 回国这天,我们又打卡了新加坡的机场 因为根植记的地方不是一个航站楼 如果你们要来打卡的话,可以再落地就来瀑布这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在最底次买票去看 机场还有免税店和各种美食,大家想逛的话一定要提前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